近些日子 我国南部海域极其不太平 多个国家先后派出大型军舰 创入南海要补扬威 美国先后派来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 核力根号核动力航母 日本前来的则是准航母加核号 英国方面借访问越南的机会 派来了一艘两栖登陆舰抵近我西沙群岛岛礁 其中最支地注意的是英国和日本 英国叫嚣着来南海自由航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次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显得有些紧张 被我方派出的军舰和直升机驱离 这也证明了 英国的举动已经超出了自由航行的范围 被驱离后的英国貌似并不服气 日前英国方面有消息表示 英国准备再派出一艘护卫舰 长期部署在南海 这个长期多达四年 理由是为了应对中国对南部海域掌控力的提高 这显然就是在找借口 中国一直致力于保证南海的和平稳定 而外国却对中国做出的努力视而不见 频频派出大型武器进入南海骚扰 中国去驱离不仅是在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 也是在维护南海周边所有国家的利益 除了英国之外 日本的加赫号准航母也在强行给自己加息 加赫号闯入南海是在八月底的时候 日本海上自卫对此次出航的任务是 沿南海印度洋沿线群航 并拜访一些周边的国家 一方面是访问 一方面是进行演习 彰显日本在相关海域的军事力量 然而目前来看 日本海自队巡航任务并不是很热衷 因为加赫号已经在南海逗留了半个多月了 除了访问菲律宾花了四天的时间 其他时间全部在南海都圈子 目前仍没有离开的意思 并且还频频做出挑衅的举动 加赫号在八月底创入南海之时 立刻就跟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进行了演习 演习完毕后抵达了菲律宾 离开菲律宾后再次进入南海 期间跟我放两艘054A欧域 日本还进行了大肆的报道 称这是中国海军对南海时效支配的体现 在本月13日的时候 日本海自又公布了一组照片 照片显示加赫号准航母 仍在南海海域航行 并且还进行了起降舰载机的训练 这绝对是在对日前我054A 抵近坚实加赫号一式的挑衅 可见南海的热度短期内很难降下来 对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